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最终惊动了嘉靖皇帝朱厚聪 从一案到定案 再到彻底翻案 整个案子在审理中充满了戏剧性 并最终惹怒了皇帝朱厚聪 他痛下杀手 被打死和发配的官员有数十人之多 这就是嘉靖年间著名的李福达大狱案 那么围绕这个案子到底发生了什么离奇的事情 让嘉靖皇帝痛下杀手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厦门大学傅晓帆教授 带您步入大明王朝浩瀚的历史长河中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大明一案下不知 李福达大狱案之谜 大明王朝嘉靖四十五年 即公元1566年的12月14日 明朝第十一任皇帝 世宗诸厚聪在乾清宫驾崩了 时任内阁首府的徐杰 利用自己给皇帝草拟诏书的权力 自作主张 拟定了世宗遗诏 然后公布于天下 在这世宗遗诏中有最关键的一句 自继位至今 建言得罪诸臣 存者照用 莫者序录 在继者继先释放复职 意思是 自嘉靖皇帝继位 到他驾崩为止 在这段期间 凡是因言论而获罪的大臣 还活着的 马上召回了继续使用 去世的抚恤其家属 在大牢里关着的 立刻释放 官复原职 可是这嘉靖皇帝 在位一共四十五年 这么长一段时间里 该有多少这样因言论获罪的大臣呢 再说了 时过境迁 这帮子人 还有多少人还活在世上呢 因此啊 我就觉得这徐杰 曹你这世宗遗诏啊 他别有用意 什么用意呢 这明史徐杰传呢 一语将他的用意给揭露了 大狱连世得罪诸臣 戏迁复之 意思是在大狱中 由于言论获罪的大臣 一概予以平反 所谓大狱啊 就是发生于嘉靖六年 即一五二八年 轰动一时的 李佛达大狱案 那么在这个大狱案中 一共涉案的人员呢 有四十多位大臣 那么 世宗遗诏一公布 这些大臣呢 就获得了平反招选 可实际上啊 这四十位被发配充军的大臣 早在嘉靖皇帝 生第一个儿子的时候呢 就被赦免了 早已经被赦免了 这些大臣 你现在进行平反招选 岂不多此一举了 显然啊 徐杰给李佛达大狱案平反 是罪汪之意不在酒 那么这个徐杰 究竟是什么用意呢 有人说 他是要报一件之仇 那徐杰和谁有仇呢 这个人叫张聪 因为李佛达大狱案 张聪是神理者 平反了李佛达大狱案 就可以彻底的否定这个张聪 这张聪和徐杰 到底是什么过节 这徐杰非要报这一件之仇呢 这就要说说这个张聪了 张聪是正德16年的晋士 他考中晋士的时候呀 已经47岁了 可见这位张聪的仕途啊 相当的坎坷 可即便如此 还是有人说他是个投机分子 为什么说他是投机分子呢 因为张聪啊 在义礼之争中坚定不移的 站在皇帝诸侯聪的立场上 赢得了皇帝的信任和重用 这义礼之争啊 是发生在正德末年和嘉靖初年 围绕嘉靖皇帝的父亲的称号 在皇帝和文臣集团之间 发生了一场争议 在嘉靖皇帝的前任 五宗皇帝诸侯赵 驾崩的时候呢 既没有留下子嗣 也没有留下遗嘱 那么时任内阁首府的杨廷和 在他的操控之下 以兄中弟级为依据 立新宪王朱又元的儿子 五宗皇帝诸侯赵的堂帝诸侯聪 为新任皇帝 可是这诸侯聪啊 不是诸侯赵的亲弟弟 所以要想以兄中弟级的规矩 继位当皇帝 就必须先过继给 诸侯赵的父亲 孝宗皇帝朱又称为儿子 才能继皇帝位 称自己的父亲母亲 为叔父叔母 这诸侯聪是坚决不干 他坚持称这个先帝朱又称 为皇国父 封自己的父亲 新宪王朱又元 为瑞宗皇帝 这家境皇帝词举啊 遭到了全体文称的坚决反对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 刚刚考中进士的张聪 这皇帝上了一道奏章 张聪在奏章中说 大臣们 根据祖宗的这个规矩 兄中弟级 然后根据遗诏呢 迎接皇帝入计大统 可是遗诏中明明写着 新宪王长子 轮去当立 并没有写先过继为儿子 再继皇帝位的话呀 再说新宪王已经去世多年 现在改称 叔父 那会惊动鬼神的 皇帝诸后聪看了张聪 这份奏章之后是大喜呀 他大声说 此论一出 五父子必中可玩也 意思是 这个观点一提出啊 我和我父亲的关系 就可以保全了 而这张聪呢 由于在一礼之争中 是坚定不移的支持皇上 所以得到了皇帝的信任和重用 因此啊 有人就说张聪啊 是个投机分子 可是皇帝却非常喜欢这位张聪 你骂归骂 毕竟呢 拦不住人张聪是官运横通啊 最后当上了内阁首府 就是在这张聪炙手可热的时候 这徐杰啊 就和张聪啊 发生了冲突 你说这二人 有什么冲突呢 事情是这样 也不知你张聪是怎么想的 有一天呢 就建议皇上说呀 要取消孔子王的称号 把孔子相的材质 从铜改成木头 所有祭祀孔子的这些祭祀礼仪啊 统统做了检损 皇帝做不了主啊 就找众位大臣商议 这些大臣们 面对张聪的权势 都表示赞同 唯独这位徐杰 坚决反对 这张聪就生气了 就质问徐杰说 难道你要背叛 我不成 徐杰不客气地回答说 背叛源自于衣服 我徐杰什么时候衣服过你 何言背叛 说完之后啊 对这张聪拱拱手 拂袖而去 这把张聪气的 一声令下 就把这徐杰 贬到福建盐平府 就是现在福建的南平市 当一个普通的司法官去了 现在徐杰成了那个首府 在嘉靖皇帝活着的时候 他不敢公开地否认这个张聪 可是现在嘉靖皇帝驾崩了 他就要报这个 贬官的一见之仇了 紫禁城来了新皇帝 一场激烈的争论 旋即展开 那么这场争论的焦点是什么呢 系列节目 大明一案下部之 李福达大御案之谜 有人认为 徐杰此事 把早已成为定案的 李福达大御案翻出来 急于平反 他这样做 显然是针对宿敌张聪的 想要报张聪当年 罢出他的一见之仇 因为当年轰弄一时的 李福达大御案 就是以张聪为代表的义理派 最终取得了完胜而告终 如果给此案发案 就有了间接否定张聪的意思 然而在傅晓凡老师看来 事情绝没有这么简单 作为大明王朝中企最为著名的政治家 徐杰老谋深算 诚服很深 以他的做事风格 不会津津计较于 一个已经死去三十多年的张聪的 这就令人感到奇怪了 那么徐杰给李福达大御案 但方案的真实目的又会是什么呢 因为李福达大御案是案人员非常多 而且其中有很多都是朝廷的要员重臣 所以为李福达大御案平反就有了政治意味 那么什么政治意味呢 就是要否定嘉靖时期的政治 可徐杰是嘉靖皇帝最后一任内阁首府 得到嘉靖皇帝的充分信任 你说皇帝一死 他怎么就要彻底地否定嘉靖时期的政治呢 我认为大致出于两个原因 其一样嘉靖后期政治腐败 嘉靖皇帝信仰道教 大兴土木生活说明 弄得百姓是怨声载道 所以否定嘉靖时期的政治啊 就会使得新任政府呢 赢得民心 其二呢 嘉靖后期皇帝这些所作所为 大部分都是徐杰支持 主持甚至是亲自操办的 那么徐杰以世宗遗诏的方式 否定嘉靖时期的政治 就推卸了自己的责任 既然徐杰有这么多政治意图 那么为李福达大于案平反究竟是对还是不对呢 这就得说说李福达大于案的性质了 为了说清楚李福达大于案的性质 还得从这个案子的源头 李福达谋命案说起 因为这两个案子是案中案或者叫连环案 为了说清楚这两个案子之间那种复杂的关系 还得先说说这李福达这个人 李福达是山西郭县人 现在的平原市 他祖上一直在宣传白莲教 经历了一百多年 他受爷爷的影响 最终也成为白莲教的领袖 正在初年 这李福达参加这个白莲教暴动的密谋 被官府抓获了 发配到山丹卫 就是现在甘肃省山丹县冲军 不久这李福达呢 就从山丹卫跑了回来 逃回了老家山西郭县 可是回到老家不久啊 就被人发现了 举报了 再度遭到逮捕 这次又发配了 发配到山海官位冲军 在不久这李福达又从山海官位逃跑了 这次可不敢回老家山西郭县了 跑到了陕西复州 就是现在的陕西复县和洛川一带 李福达到了陕西洛川 化名李武继续宣传白莲教 组织老百姓造反 后来李福达举兵造反 被官府镇压 李福达被捕 被官府处死了 根据记载 李福达早在正德年间就被处死了 那么既然如此 一个死去的人又怎么会谋反呢 而且更为离奇的是 这个案子牵扯到的人 不仅仅只有李福达 很多当朝的高官都受到了牵连 一时间 大明的朝堂之上 风声鹤唳 人人自危 李福达谋逆案 也因此成为了大明王朝轰动一时的大案要案 那么这个奇怪的案子究竟是怎么产生的 这个案子又会在大明的政坛之上 掀起怎样的惊涛骇浪呢 这就要说说这李福达谋逆案产生的缘由了 有一天 太原知府衙门来了一位叫薛良的人 他要举报 说他在太原城发现了李福达 太原知府纳闷了 这李福达早在几年前 在陕西被官府处死了 你怎么会在太原城发现李福达呢 薛良说 现任的太原卫指挥使张寅 他实际上是非首李福达 这卫在明朝是个军事单位 相当于现在的师一级 这卫指挥使呢 官居正三平 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师级干部 你说这么重要的军事长官 怎么会是非首李福达呢 所以这太原知府啊 就问这个薛良 你说这非首李福达 怎么成为太原卫指挥使的呢 这薛良就揭发说 这李福达呀 他没死 他用他这个截略来的金银财宝啊 进了北京 先入了将级 然后呢 又给官府捐粮食 就获得了这个太原位指挥使的职务 听薛良这么一说 这个太原知府啊 就相信了 传太原位指挥使张寅到府衙问话 可是这张寅呢 不在太原 薛良就说了 这李福达呀 已经知道我要举报他 畏罪潜逃了 这知府就问薛良 怎么办呢 薛良说 李福达有三个儿子在太原 你抓住他儿子 还愁抓不着李福达 这李福达或者张寅呢 有三个儿子 名字叫大仁大义大礼 太原知府采纳了薛良的建议 把李福达的二儿子张大义逮捕了 其实这张寅呢 并没有潜逃 他是到北京办事去了 听说儿子被捕 立刻从北京返回太原 到知府衙门对质 对知府说 你抓那个人是我张寅的儿子 不是李福达的儿子 我是张寅不是李福达 为了证实自己是张寅不是李福达 这张寅呢 就把自家的张氏族谱 拿给这知府看 可是这薛良在旁边说 说这李福达呀 是用重金买通了徐沟县张家村 张氏家族组长张斌 认为同宗入计落户 改名换姓为张寅 这太原知府就纳闷了 问薛良 这事你怎么知道的 薛良说 我就徐沟县人呢 知府下令 去到徐沟县 把张氏家族组长给我叫来对质 可是啊 这张氏家族的组长张斌 早就过世了 死无对证 这太原知府啊 就相信了薛良的话 认定张寅就是李福达 将张寅逮捕 判张寅谋逆罪 这就是李福达谋逆案 可是我觉得这李福达 这李福达蒙面的疑点太多了 他至少有三个疑点 1.1 李福达不太可能逃回老家潜伏 就算张寅就是逃出生田的李福达 按照逃犯的心理 他不太可能逃回老家来潜伏 更名唤信 因为这一代熟人太多 比如刚才就说的 李福达从山单位逃回老家 山西郭县 很快就被人发现举报了 又被逮捕 发配到了山海官位 当他从山海官位逃出的时候 就不敢再回山西老家郭县了 跑到陕西 洛川和富州一带 另外 李福达为什么不给自己的儿子改名字 既然李福达花重金 买通了张氏组长张斌 认为同宗入籍落户 更名唤信为张寅 那他怎么不同时 给自己的三个儿子也改名字呢 这岂不是留给官府最大的破绽和把柄吗 李福达为什么自投罗网 如果张寅就是李福达 当他听说自己的儿子被逮捕的消息之后 他直接的反应应该是立刻潜逃 可是这张寅呢 去到太原知府这对质 说自己是张寅不是李福达 那我就认为他真的就是张寅 而不是李福达 为什么呢 因为真李福达没这么蠢啊 这叫自投罗网 不但救不出儿子 还会把自己搭进去 重回以上三个疑点 我认为张寅不可能是李福达 所以李福达谋逆案 纯粹是人为捏造罪名 故意制造的一起 冤案 种种迹象表明 张寅是李福达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历史上真实的李福达 应该早已死去 那么既然如此的话 对于这么一个并不难以分辨真假 而且充满了疑点的案子 太原知府 为什么还要相信他人的捏造 最终导致了一个疑案冤案的发生呢 构成这个冤案 我认为啊 这纯粹是一种巧合 什么巧合呢 就是这李福达和张寅 他们两个人同时有三个儿子 而这三个儿子的名字 都叫大人大义大理 这是 我估计这薛良啊 一定是通过什么途径 打听到 李福达的儿子和张寅的儿子 途名 这是抓在薛良手中的把柄 让张寅跳得黄河都洗不清啊 那大家就要问了 你薛良 为什么要捏造罪名 诬告这个张寅呢 史料中说呀 张寅和薛良 世代仇家 那么他们两个人 究竟有什么样的深仇大恨 这使这薛良 非要捏造罪名 至张寅一家于死地呢 史料中没说 不过史料中说呀 这薛良啊 就是个无赖 不务正业 有手好闲 这种人 捏造罪名 诬陷他人 是很有可能的 好 张寅和他二儿子 被逮捕了 张寅的其他两个儿子呢 就来到了武定侯 郭勋的家 一见郭勋就立刻跪倒 腾求郭勋出手 救救他的父亲和兄弟 这武定侯啊 是明朝世袭的红爵 红五十七年授予 郭勋 这郭勋啊 是郭子兴的弟弟 到郭勋这一代 已经传了六代了 那么在嘉靖年间 在一礼之争中 郭勋坚定地站在 皇帝的立场上 赢得了皇帝的信任和重用 那么就要问了 这张寅的三个儿子 怎么会认识这位朝廷重臣呢 在危难的时刻 会找武定侯郭勋 来求他帮忙呢 这就要说说 这张寅这三个儿子的本事了 张寅这三个儿子呀 掌握了一个特殊的技能 什么技能呢 道教炼金术 就是把石头变成金子的本事 这种方法实在是荒诞不羁 但那个时候啊 很多人是深信不疑 尤其是这位武定侯郭勋 相信这个炼金术 因此啊 这兄弟三人呢 利用自己的炼金术啊 就结识了这个郭勋 深得郭勋的信任 好 现在家里发生这么大难事 就找郭勋出手相救 郭勋立刻写信 给山西巡抚避招 让他重新审理 李福达牟尼案 毕招在这个郭勋的指示之下 只对此案进行了重新的审理 他到民间广为调查 最后确定 李福达牟尼案 是薛良的误告 同时呢 他找到一位证人 要把他带到太原 治这个薛良误告罪 可是还没等他把证人 带到太原呢 这毕招到父亲突然顽固了 只好回老家 给父亲守孝去了 这个案子呢 就这么放下了 过了不久啊 一个名叫马路的御史 寻案山西 也就是在朝廷的指令下 检查山西的工作 这个马路啊 就接着审这个李福达牟尼案 经过他的一番审理 结论居然和原来那太原知府的结论 完全一样 说张银就是李福达 在国勋听说消息之后 马上写了一封亲笔信 告诉这马路啊 说张银不是李福达 并请求他把张银父子马上释放 被这个马路拒绝了 马路坚决地认为 张银就是李福达 判张银谋逆罪 妻子儿子连坐没收全部家产 同时呢 又把李福达牟尼案 紧急上报朝廷 同时指控武定侯郭勋 说他勾结李福达 图谋不归 然后又把郭勋给他的亲笔信 一块附上 上报朝廷了 这家庆皇帝看了马路的上报之后 不知可否 直接转给了督察院 督察院经过审理之后发现 这个案子有点复杂呀 于是命令山西方面 立刻将李福达牟尼案 移交 督察院大理寺 这个刑部三法司 共同审理 李福达牟尼案 移交三法司处理之前 这个马路啊 就到了山西的徐沟县 陕西的洛川和富州啊 找来一些证人 来辨认这张银是不是李福达 经过这些人的辨认 他们一致认为张银就是李福达 可是我认为这些人的指认呢 根本不能采信 为什么呢 因为李福达 他是山西郭县人 张银是山西徐沟县人 这两个县之间相隔及百里 而富州和洛川呢 地处陕西 那么徐沟县和洛川一带的人 怎么会认识肥首李福达呢 那么马路为什么这么做 虽然有人说马路这个人 为人正直为官清廉 可是我却认为马路啊 他别有用心 什么用心呢 很简单 他就是想方设法 要确认张银就是李福达 他为什么这么做 就是想破大案立大功 增加政绩 马路啊 整理完这些证人的证词之后 给朝廷啊 出具了一个书面报告 说李福达啊 率众数千 杀人无数 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 虽然他逃逆了 隐藏了 但是 他的罪证啊 终于暴露了 虽然他隐姓埋名 但是他的相貌 是无法改变的 对这一号恶人 出于疾刑 那也是死有余辜 那么至于武定侯 郭勋呢 他未必知道 李福达的罪行 可是他呢 却不必嫌疑 让罪犯的儿子 给他炼金 这就触犯了 大明王朝的法律 所以应该予以警示 嘉靖皇帝 看了这个 马路上报之后呢 依然是不知可否的 交给了 督察院 督察院经过一番 审理确认 李福达谋逆一案 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 所以 按照大明王朝的法律 应该判处 李福达 临时执行 嘉靖皇帝看了 督察院的这个 审理报告之后 批复了 同意督察院的意见 判李福达 也就是张银 临时执行 等候执行 那么郭勋呢 同时也受到了指责 要求他 承认罪行 可是这位郭勋呢 根本不承认 自己有罪啊 他又给皇上上书 不但不认罪 还祈求皇上恩准 他还要为张银 申冤 说张银不势力复杂 为自己辩护 可是 这郭勋的要求 被嘉靖皇帝拒绝了 这郭勋没办法了 就对张银的两个儿子说 你们父亲的罪名啊 不洗轻啊 你们这一辈子 就只能亡命天涯了 所以你们最好赶快离开这 免得遭杀身之祸 而这番话不知怎么就被 阎官们听到了 这一群阎官就不断地上书 弹劾这个武定侯郭勋 弹劾的罪状概括为三条 第一 说郭勋呢 勾结罪犯 接收贿赂 第二 说郭勋呢 假借认罪为名 为罪犯辩护 第三 说郭勋啊 为罪犯的儿子 谋划逃亡 那么既然李福达判的是谋逆死罪 也就应该判郭勋是知情不报罪 和纵容罪犯之罪 那家境皇帝面对 严官的这些上书和弹劾 一概不予理睬 皇帝这个态度 让郭勋看到了希望 他于是下决心 再给皇帝上书 明冤申诉 可是这案子到了这一步 单纯的明冤申诉 已经很难改变朝廷 对李福达谋逆的判决了 怎么才能把这个 已经定成铁案的 李福达谋逆案翻过来呢 这个时候 郭勋啊 想出了一招 什么招呢 他就想 要设法 把这个简单的刑事案 搅到政治斗争中去 也许会有转机 家境皇帝 策略过三位皇后 然而 他们最终的命运结局 都很悲惨 那么三位皇后 离奇死亡的原因 究竟是什么 系列节目 大明一案 下午之 家境皇后死焉之谜 大明王朝家境年间 各种政治势力 暗流涌动 纷争不断 从早期的 伊利之政开始 皇帝与文官集团的 斗争就没有断过 虽然在皇帝 朱后松的 强力打压之下 皇权取得了完胜 然而 落败的文官集团 并没有就此消停 隐藏在暗处的 各类反抗 依旧不断 这也就成了 那个时期 政治斗争的焦点 然而 这个张吟 毕竟是个小人物 所谓的 李福达谋拟案 也不过是一个 是非并不完全清楚的小案 那么怎样才能把这个案子 交到政治斗争去呢 郭勋又会想出什么办法来呢 请继续收看 《大明一案》下不知 李福达大阅案之谜 这就是郭勋的聪明之处了 郭勋呀 就给皇帝的上书中说 说陛下呀 这帮子言官这么弹劾我 并不是因为我犯了什么罪 而是因为我在义礼之争中 坚决地支持皇上您 显然呢 这个义礼之争并没有结束 因为反对皇上您的护理派大臣 势力还很强大 就是因为我在义礼之争中 支持了皇上您 就得罪了这帮子护理派大臣 这才使他们对我进行 拼命的攻击和诬陷 你还别说这话呀 还真让皇帝相信了 皇帝就觉得 这个案子肯定背后另有隐情 于是下令锦衣卫到山西 把那个李福达蒙面的所有材料和张银 给我带到北京来 押在政府司等候审问 言官一看皇帝的态度突然发生变化 立刻怜悯给皇上上书 说李福达一案啊 罪证确凿事实清楚 根本没有冤枉他 一定要坚持对他的判决 与此同时啊 这郭勋啊 怕皇上不支持他 给皇上递了上书之后呢 就来到了义理派大臣的代表人物张聪这里 就跟张聪商量 郭勋的意图呢 就是给张银平反 为自己申辩 可是张聪等人却看到了 这是一次打击反对派的绝好机会 所以几个人坐在一起啊 就 统一了口径对皇上说 说最近啊 朝廷内外有一些大臣 借着李福达一案攻击郭勋 他还会不断地逐渐地 这涉及许多这个义理派大臣 他们的意图很明确 就是想报 一礼之争中受责罚之仇 皇帝完全相信了张聪等人的说法 那么朝廷中其他大臣呢 并不知道这几位大臣暗中商议的结果 所以继续地在皇帝面前上书 弹劾这个郭勋 这就让皇帝更加相信张聪等人的说法了 当张银被带到了北京之后呢 皇帝啊 就把张银交给独察院大理寺刑部和锦衣卫 你们四家联合国会审 经过四个单位联合会审呢 这结论呢和以前的结论完全一样 所以四个单位呢联合上奏 说维持对李福达也就是张银的原判 皇帝当然不答应 下令所有九卿 也就是所有朝廷中掌握行政大权的官员 一起到朝廷会审 在会审过程中啊 这张银面对薛良和等一些政人的指认 有口难辩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前任山西巡抚碧昭 也被请回到了会审现场 这碧昭啊 在老家守校被请回现场的同时呢 就把那个原来他准备带到太原 指认薛良诬告的那个证人 也带到了会审现场 可是在会审现场啊 这位证人突然翻供了 他说我从来没有到官府做过证 我现在也不愿意当这个证人 这刑部尚书延一寿啊 就把这次会审的结果呢 呈报给皇帝看 家庭皇帝一看 这证人怎么出尔反尔啊 于是下令 好 等我摘戒完之后 我亲自审理此案 他下令 金英卫把那个马路给我逮捕 带到北京 所有曾经参与审理 李福达谋议的人 通通带到北京 等候询问 刑部尚书延一寿 见皇帝书这个态度 就劝皇帝说 陛下 这李福达呀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 他罪大恶极 实在不能对他进行宽恕啊 再说啊 他会妖术蛊惑人心呢 你要把他放了 他到民间呢 还会出现那种 复诸造反的事件 如果这事再发生 您就是杀了围臣 也难以抵偿欺君网上之罪啊 这皇帝一听 严一寿这番话大发雷霆啊 指着严一寿就骂道 严一寿严一寿 你身为国家司法官 你勾结奸人诬陷好人 一声令下 把严一寿和所有参与 审理慈安的官员 通通打入诏狱 几天之后 皇帝任命 义里派代表任务张聪等人 负责读察院 大理寺和刑部的工作 对三法司做如此重大的人事调整 这在大明王朝的历史上是罕见的 显然 加进皇帝的意图非常明确 他就当这个护理派大臣 在利用里弗达谋逆案 进行反攻捣算 所以啊 他就任命义里派大臣 负责三法司工作 对此案进行重新审理 由于审案意图不一样 审案思路呢 就完全不同 可以说是回到了正确的轨道上来 所以啊 很快就找到了 张寅不是李弗达的证据 怎么找到的呢 其实方法很简单 负责审案的官员来到了山西省 查到了户籍部上 李弗达的名字 注册时间是陈化18年 也就是1482年 那个时候李弗达七岁 到了审理此案的家境六年 也就是1528年 李弗达53岁 那么这个时候张寅多大呢 已经67岁了 何得以张寅寄李弗达也 意思是张寅和李弗达 怎么可能是一个人呢 面对确凿证据 又经过严刑拷打 马路只好承认 张寅和李弗达不是一个人 他出于个人目的 诬陷好人 张丰把马路的口供 承报给皇上 皇上接受张丰的建议 判处原告薛良死刑 对张寅无罪释放 官复原职 就这样李弗达牟尼案 彻底平反了 可是此案到此并没有结束 为什么呢 因为家境皇帝 还想利用此案继续打击 护理派大臣们的势力 所以他坚持要求 杀这个马路 在张宅的劝解之下 这才免了马路的死罪 把他发配到南单位 经广西河池市南单县 刑部尚书严一寿呢 被打入大牢 受到了严刑拷打 又以勾结奸人 诬陷好人为罪名 将所有曾经参与 审理理夫达谋面的这些官员 和所有曾经尚书 弹劾武定侯郭勋的这些眼官 统统打入大牢 这严刑拷打之后啊 打死了十几个人啊 四十多个人被发配到边疆 这就是家境六年著名的 李福达大狱案 通过以上描述 显然李福达大狱案 是场冤案 可是当时这些大臣们 面对政治压力 谁也不敢出头 为这些受冤的官员申诉 直到家境皇帝驾崩 徐杰才自作主张 草逆了世宗遗诏 为李福达大狱案平反 无论徐杰什么意图 他为李福达大狱案 平反这种做法 是正确的 好 大明王朝还发生什么案子呢 我们以后再见